我猜你是看了这个标题之后进来的 或者你正在搜索关于模板的教程 或者你是对模板感兴趣 无论怎么样 先进开场动画吧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模板教程 我是2012年5月27日 在天津赛上打破了模板的亚洲记录 平均1.93秒 当时是世界排名第二 我也很有幸的成为了亚洲第一个 把12片模板平均成绩玩到2秒以内的人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 WCA世界模方协会 取消了8片模板和12片模板的项目 这就导致后来想要玩模板的小伙伴越来越少 然后找不到组织啊 没有比赛 包括网上的资料以及教程 应该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在模方当中 取得过很多快乐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做一期这样的教程 来帮助想要学习或者是想要玩 8片模板或者12片模板的小伙伴来帮助他们 怎样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8片模板个人最快的记录是0.66秒 然后在WCA世界模方协会的比赛当中的官方认证的最好成绩是单次0.87秒 这个成绩当时在中国是排几十名吧应该 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心得 只是有一些小技巧是我当时练习的时候用的 然后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12片模板的破记录的手法是我自己发明的 然后那个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可以分享 这个8片模板我只是教大家怎么把它还原 然后第一步首先是把它拿起来 然后右手动转这么一下 然后在转这个同时有一个加快的方法就是两个手这么弹一下 然后右手往上翻 往左翻 往前翻 然后这个时候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右边两片过来 这一片过去 然后这两片一起翻出来 然后啪拍记录器 这个动作整体连贯下来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一秒之内 好来再做一次慢动作 右手转 两手一起打开 上去 过去 翻过来 然后两片一起过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用左手的手指按住这一片 要不然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两片一起翻过去 从计时器到摩板的一个距离啊 因为通常通常情况下我的手法是这个样子 我是这样做第一步的 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转换 但我可以直接这样开始 抓着第一个 然后左边的下来 右边的上去 然后一拉 然后右边抓起四个板 然后按着这个地方转那么一下 然后翻过来 左边右边 就好了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慢动作 先是这样 然后过去 左边右边 然后左手下来 右手上去 打开 右手按下来 一个360度旋转 这个时候打开 翻过来 左边过来 右边过来 左边上去 右边上去 左边下来 右边下来 右边下来 左边下来 打开 打开 一起下来 这里有几个点 就是 其实最大的还是节奏问题了 然后第一个就是 第一步 在这里要停那么0.0几秒 然后当你这个抓稳了之后 翻好了之后 然后就是在这个节点 拉完之后 这点一定要拉稳 然后当你觉得稳住之后 在你翻下这一瞬间 大拇指已经做好了 要开始转的一个动势 然后只要一转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转过来的时候 左手已经可以开始做了 要不然你就会浪费那么0.0几秒的时间 然后左手开始做完之后 左手做完第一步 右手紧跟着下来 就这样 左一步右一步跟着 然后到最后一步一起翻下来 要不然的话 就有可能会碰到 左手跟右手打架的一个 一个结果 然后 这个我官方最快的单次记录 是1.78秒好像是 然后是单次世界排名第四 平均记录1.98秒是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所以这一套方法 我想大家如果请假练习的话 玩到两秒之内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也可以发弹幕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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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